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拜登在G20的公開記者會上面 強調中國現在沒有能力侵犯台灣 同時呢今天喔 華爾街大亨JP Morgan CEO 這一個也直接公開表態 他說台海不會爆發軍事熱戰 但是局勢會越來越艱難跟複雜 特別是美中的角力有好幾個核心 其中一個核心在科技跟半導體 但是台灣不但是半導體大國強國 而且也是AI的首都 而這一回合呢 美國為了打造印度跟越南的供應鏈 事實上也把科技大咖 通通都帶到印度跟越南去 這裡頭圍堵中國 封殺中國是一個重要的核心戰略 而另外一個部分中國為了殺蘋果 所有不反蘋果的現在都被貼上 不夠愛中國不夠愛國的標籤 這也使得美中之間這一場蘋果大戰 很有可能是新的國際關係的分水嶺 然後中國的軍艦不僅僅是老台 事實上這兩天也跟著老日本 但是在老台老日的同時 中國現任的國防部長李尚福 現在搞失蹤 一個多月以前是秦剛在失蹤 失蹤久了人就黑了 現在李尚福是不是也失蹤久了 人就掛了是一個觀察的重點 另外普丁也準備要會面的是金正恩 這裡頭這一個習近平可能扮演的角色 也是外界觀察的重點 但是媒體專家現在也觀察 習近平出國過程當中 確實有幾個行為是詭異的 而這背後會有哪一些政治軍事經濟的影響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董立文老師 大家好 再是財政專家紀委名 大家好 再是譚耀蘭老師 大家好 再是彭孝大哥 大家好 再是文杰 大家好 再是李正浩 大家好 我剛講拜登前一天才公開說 中國現在經濟處境非常的惡劣 所以習近平不會有機會 或者動機發動軍事熱戰 緊接著JP Morgan也跟著附和 JP Morgan的CEO說 台海不會爆發軍事熱戰 但是他說整個美中跟台海的局勢 事實上會惡化 而且複雜化 另外一個複雜化是這一場複雜的科技大戰 拜登事實上把科技大咖都帶到印度跟越南了 而且要幫助他們打造超級的科技基地 好正好連續兩天 這個華盛頓最大咖 拜登他說中國沒有能力發動台海戰爭 緊接著昨天晚上華爾街最大咖說 台海不會爆發軍事熱戰 但是拜登擺明的把科技戰爭越打越大 事實上把科技大咖帶到印度跟越南 對沒有錯 我坦白講這真的是這幾年來算是最好的消息 看到拜登親口受訪的時候說 習近平慌了手腳 經濟是習近平的大問題 目前無力入侵台灣 然後JP Morgan的CEO也附和這樣的判斷對不對 我們當然是持續觀察戒證恐懼 持續備戰 可是問題是喔 裡面有一個脈絡是 習近平因為經濟荒的手腳 再加上之前日本媒體爆料 習近平在北戴河被臭罵一頓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喔 我認為拜登會堅定的 把中國世界工廠 世界市場的地位 不斷的削弱 往哪裡移呢 就是拜登這兩天訪問的地方 一是印度 二是越南 拜登G20去了這個印度 他印度過程中我覺得啦 真的喔 講得非常非常白了 他說要協助印度建立新的海陸經濟走廊 這其實就是要做什麼 民主版的一帶一路嘛 從印度到東歐到歐洲 一路貫穿過來 中國做不到的 我美國來做 極權國家達不到的 我民主國家我來做嘛 那當然了 你總不能喊空話嘛對不對 你要有伴手禮 拜登就直接說了 要求美國國會喔 讓世界銀行的融資 以現在為基礎 再加兩百五十億美金啊 這兩百五十億美金 拜登在這個G20峰會說 要為這些中低收入國家提供貸款 那當然就是直接跟印度來喊話囉 所以換句話說 銀彈準備好了兩百五十億美金 讓你印度去借錢 發展起印度的基礎建設 讓印度代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跟世界市場 可是問題是喔 單一個印度不夠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國家叫做越南 越南我常常講喔 越南 非日賓給有台灣喔 這三個國家 台灣 蘇比克灣的越南的 還有越南 這是泰國的 菲律賓的蘇比克灣 還有越南的金蘭灣 這三灣 台灣 蘇比克灣 跟金蘭灣 這三個如果都被美國吃下來的話 就會變成一個南海的鐵三角 所以越南也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拜登去完G20以後呢 9月10號拜登去了越南 去越南不是當純的訪問 既然讓美國跟越南的關係啊 連跳兩極啊 拜登跟越南總理啊 犯名證公開說 每月現在簽署了叫做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原本叫做全面夥伴關係 全面夥伴關係上面還有一個叫做戰略夥伴關係 戰略夥伴上面還有一個叫做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啊 連跳兩極啊 每月從全面夥伴關係直接跳到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啊 這個東西喔是每月從越戰開始最好最好最好的關係啊 越南跟全世界有簽署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國家 只有中國俄羅斯印度跟南韓 一定要帶伴手禮啊 你給印度貸了兩百五十億美金的貸款 那請問你給越南貸了什麼伴手禮呢 9月10號 拜登跟范明正越南總理宣布完這個時候 9月11號 直接召開啦這種每月的高科技會議啊 美國方有Google啊 Intel啊 格羅芳德啊 波音啊 全部都出席了 帶了真的豪華伴手禮給越南 簡直可以讓越南直接轉型喔 NVIDIA啊 說要在越南與越南的IC設計公司喔 要開展AI業務 麥威爾就是類比晶片設計公司喔 心思科技就是單晶片設計公司喔 在越南要建立晶片中心 安可這是封裝廠喔 16億美金在河內附近建封裝廠 還有Honeyway喔 這是基電喔 幹嘛要在越南蓋所謂的電磁系統 就是大儲能的電磁的廠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對於美國來說 他是指指什麼 指指讓越南轉型的關鍵呢 因為我才講我兩個禮拜前去過越南嘛 越南現在還是什麼 鞋子工廠 食品工廠 然後勞力密集的工廠 對 機電工廠最多 早期木材工廠 可是大家也知道現在是晶片啊 是AI啊 是設計啊 是封裝啊 是電磁啊 請問越南有這樣的本錢跟基礎去發展這些嗎 拜登說 沒關係 我把全世界最好的科技公司灌給你嘛 所以現在呢 看到這些伴手禮之後呢 越南直接跟美國建立全面夥伴關係嘛 選邊站了嘛對不對 所以呢 拜登在受訪的時候講了兩件事 非常非常令我覺得哇塞真的是很拜登啊 第一件事就是我剛開場說的 習近平慌了手腳 在處理經濟的大問題 無力入侵台灣 那現在呢 有美國總統之尊講出這種話 他有一定的事實判斷喔 這個事實判斷不會只來自於帳面上的分析喔 一定含有內部情報的分析 拜登才敢講這種話嗎 然後呢 講完這種話的時候 最可愛的是很拜登啊 拜登在記者會上說 我累壞了 我要去睡覺 就是他把這一趟亞洲行最重要的話講完了 所以他要收工回去睡覺 就跟主持人 我現在想要收工回去睡覺是一樣的 他就說 我要去睡覺 他是真的喔 在記者會上說 我要去睡覺 這有好幾種行義喔 第二行義是說 這是亞洲行完美 印度跟越南最重要 把中國從世界市場跟世界工廠地位轉移的 就是印度跟越南 而且還有戰爭的戰略的問題嘛對不對 另外是我要去睡覺是什麼 不用管習近平 哎呀我可以休息 換習近平要煩惱說 我要去睡覺不用一直盯著習近平 這總而言之 拜登這個我要去睡覺這幾個字啊 世界媒體大幅報導去解釋裡面的海義啦 可是總而言之言言總之 拜登確實 在明年年底就要選舉此時此刻 拜登很努力的在清理戰場 向美國 向世界證明 他搞得進中國 好 東老師 你怎麼觀察台灣大選進入倒數一百二十三天 但是拜登說 中國現在經濟困頓 習近平沒有能力侵犯台灣 這是拜登先說的 然後緊接著昨天晚上華爾街最大咖的崩客 嘴皮摩根的CEO 他說台海不會爆發軍事戰爭 我怎麼感覺他們在打台灣的某些政客的臉 應該是這麼說 這個習近平沒有去參加C20 你就看到美國總統拜登四面出擊 他在外交上就四面出擊 這個拜登這一次在越南講的話 其實就歸結三句話很重要的三句話 第一句話中國經濟很糟 第二句話習近平現在忙得不可開交 第三句話沒有能力攻打台灣 就這三句話 那我非常贊成 就是說這個是美國情報系統 給拜登總統的一個綜合的情報判斷 他是一個等於是說 他是一個整體的報告 拜登才會這麼說 而且拜登的其實美國的情報都還蠻準的 那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站在我們台灣的立場 我們其實必須要高度的戒備 時時刻刻都要做好下一個小時 中共攻打台灣的各項準備 不過拜登的評估是真的有道理的 就是說如果習近平現在 在中共黨內的情況是眾叛清理 而且他的執政合法性已經大幅的下降 那習近平會真的會使喚不動他的解放軍 他真的會揮舞不動這個黨邊這個黨的機器 好另外一方面 我覺得這一次美國跟越南的關係的提升 它後面的意義會非常重大 請注意 這是美國總統 美國第一次跟一個非民主自由的共產主義國家 建立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 這是第一次耶 對不對 那你美國以前所強調的民主啊 人權的自由啊 美國全部放下了 為了反中 可以跟越南變成是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而且那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是涵蓋了政治 經濟 科技 軍事 四個方面其實都有鋪陳 包括越南的這個稀土 越南的稀土是全世界第二大那個含量嘛 所以說是美國跟越南都會獲益 而且美國在扭轉 現在越南最大的貿易夥伴就是中國 美國是第二名 這樣子幹下去的話 會扭轉 美國會成為越南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第一大的軍火支持和支持者 這會整個改觀 所以說這個西方的觀察家就認為說 會促使美國跟越南這兩個宿敵嘛 關係迅速的升級 就是因為中國的威脅 不過越南有四部 它的外交有四部原則 第一個不加入軍事同盟 第二個不結盟 第三個不允許外國在越南設立軍事基地 第四個不首先使用武力 不過沒關係 越南只要強了就好了 因為我是覺得西方的這個國家 它可能還不太了解東亞的情況 尤其是越南跟中國的情況 我們都知道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這個越南跟這個北越 跟中共同屬共產主義陣營 中共還幫助北越去打越戰嘛 可是怎麼會兩個國家 在1979年的時候就發生戰爭了 然後陸上的戰爭打了兩年 海上的戰爭斷斷斷斷斷斷斷打了五年 這是怎麼回事 簡單的說 這個越戰結束的時候 越南那個時候是東南亞第一軍事強國 它手上擁有蘇聯的武器 有美國的武器 它有兩百萬的軍隊驍勇散戰 它其實可以統一中南半島 我說越南那個時候 所以呢 越南那個時候已經併吞了柬埔寨了 而且推翻了中共所支持的紅色高面 所以中共一看不對 地方這個中南半島的小壩 馬上要長大了 所以趕快出兵去懲罰越南 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更重要的 越南它現在有一億人口 它的領土是十倍 台灣的十倍 它曾經在上個世紀 它打敗過法國 它趕走過法國 趕走過美國 趕走過中國三大帝國 全世界唯一的國家 我其實很看好這個國家 以後是一個強國 所以說呢 它是強國 越南以後會是強國的 然後越南其實歷史上最反中的國家 中南半島就是越南 各位觀眾 你如果到過越南的話 看看越南廟裡面都在拜哪些神 越南拜的民族英雄 都是過去兩千年來 歷史上的抗中英雄 什麼叫做夏龍灣 很漂亮那個夏龍灣 你知道那名字怎麼來的嗎 怎麼來的 歷史上又有一次 中國又派兵欺負越南 天上降下來一條龍 幫助越南人 把中國人趕回去 夏龍灣的來源 所以說它有很濃厚的 這種反中的基底 就對了 好我們再回來看 所以說這個習近平 他真的會睡不著覺 他真的會手忙腳亂 你看拜登為什麼說 他要去睡覺了 你看他過去三個月 拜登幹了什麼事情 美月 美國跟印度 串聯串聯好了嗎 上個月在幹什麼 還記不記得美日韓 美日韓的串聯都串聯好了 等於是說一個圍堵中國的C型 ABC的C C型包圍圈已經完成了 而且很鞏固 所以看看美國多狠 美日韓同盟 美國知道 第一個放日本縱湖歸山 就是說日本把它重新軍事化 你中國就吃不消了 再過來是韓國 強化這個南韓的這個軍事 如果韓國統一 請聽清楚喔 南韓跟北韓如果統一了 韓國將是全世界第七大工業國 即第七大軍事大國 韓國歷史的仇中 反中兩千年 你去看看韓國人拍的什麼 古裝那個電影啊 古裝戲都一樣 中國人欺負韓國 已經欺負了兩千年了 日本人欺負韓國才五百年而已啊 所以呢我看這個布局 拜登這個布局 難怪習近平以後會睡不著覺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拜登前天 在G20的公開記者會上面他強調 中國現在經濟困頓沒有能力侵犯台灣喔 那同時喔昨天晚上華爾街的大銀行家 嘴皮摩根CEO他說 台海不會爆發軍事熱戰 但是局勢會越來越複雜 甚至惡化 可是局勢的變化 美國國會是另外一股很大的政治力量 特別是中國事務委員會 仍然捍衛台海 仍然強調美國最高的戰略 就是要威嚇中國跟避戰 好正好剛剛看到的是美國國會 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的公開談話 對因為剛剛講到這個拜登說 台海不會爆發戰爭嘛對不對 有人潑熱水就有人潑冷水 其實這個散溫暖我覺得蠻好的喔 因為剛剛加拉格特別說啦 因為加拉格是美國眾議院的 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嘛 他一直以來對於中國 都是處於這個鷹派的態度 他就直接說他不同意拜登啦 他認為習近平最近常常講韓戰 韓戰就是中國號稱打贏美國的那場戰爭嘛 對不對 他說台海是處於這個高危險時刻 是高危險喔 高度危險 我認為啊 這其實是好事情啦 就是說站在美國的角度 或者站在台灣的角度 如果美國的整個國家的人民 包含國家的政府認為 哇台灣海峽很安全的話 那可能就又回到過去比較安逸的狀態嘛 對不對 可是有加拉格這類似在踩油門 拜登在踩煞車這樣狀況之下的話 我們可以維持一個相對的平衡 就是明星會相對安定 可是我們的所有國防的進步 國防的進化 甚至軍事的演習 還有軍舞的購買 都持續在往前走 這當然是好事嘛對不對 所以加拉格我覺得跟拜登一個黑臉一個白臉 在談台海的問題喔 我覺得是好事這一件事 那目前來說呢 大家也是很關心啦 你如果真的走到戰爭的時候 到底台灣會面臨到什麼事情 會不會打 然後會不會有人來幫忙 欸大事情欸齁 最新的是兩位印度的官員 真的喔 特別跑去跟德國資深爆料喔 說印度正在研究中國如果對台動武 印度能做什麼事 印度能做什麼事 你不是幫我在後方牽制中國就好了嗎 沒有欸 他有鼻子有眼睛的講了 人事死地物都有 六週前印度的國防部的參謀戰喔 參謀長啦 委託各單位包含印度的軍方 包含智庫展開研究 展開研究後做什麼研究 一喔 台灣海峽如果發生戰爭的話 他整體的態勢會長什麼樣子 二整體的態勢長這個樣子的狀況之下 印度在這個裡面的角色是什麼 這個角色從後勤 到參戰都有可能喔 喔 為什麼呢 後勤的概念是什麼 這是G20喔 拜登特別去印度這邊做聯合聲明的時候說 要推動印度成為維護和修理 前沿部署美國海軍資產 及其他飛機艦艇的中心 換句話說印度 美國開上印度的高科技力喔 要讓印度在戰爭如果爆發 他可以修美國飛機修美國的船 而且在整個印度洋變成很前沿部分 所以這後勤部分 參戰他們是思考什麼 有可能直接派兵來台海啊 哇這件事也是大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呢 培洛西在意大利接受BBC的專訪啊 也特別說 那個主持人會問啊 培洛西啊 就你了解 美國會不會為了台灣開戰啊 這個狀況呢 培洛西有結巴了一下 就是欲言又止的感覺 可是結論是 戰爭是最後手段 言下之意是 美國會尋求任何外交的手段 確保中國不要來打台灣 可是如果真的打台灣 培洛西言下之意叫做 戰爭是最後手段 沒有民軍說美軍會來 可是說戰爭是最後的手段喔 所以包含JP Morgan的執行長說 台海不會發生戰爭 但是局勢會變差 也只是看壞台海之間的狀態 可是並沒有說會壞到發生戰爭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美國呢 趁這個時候開始逐一佈局 從印度佈局到越南 那越南呢 其實坦白講 也很需要上美國這艘船 越南呢 過去成了中國俄羅斯等的船 經濟當然是起飛了嘛 對不對 可是今年的越南 上半年經濟成長率是3.72 是有可能沒辦法達到全年 6.5%經濟成長目標喔 所以呢 越南現在面對什麼 經濟與產業轉型的困境嘛 對不對 所以表示你做原本的食品業 你做原本的衣服 做原本的鞋子 你無法維持越南高速爆發嘛 那你要高速爆發你現在一定要轉型 就是我講的嘛 往AI 往電子 往晶片走 這個時候誰可以給越南搬注 反正是美國乃至於台灣 所以這個時候呢 也讓越南進入了這個印太的戰場 那明杰剛剛講到中國事實上軍事野心 不僅僅是騷擾台灣 事實上也騷擾日本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美國總統拜登 談到說習近平 因為現在的中國內部經濟有所忙攪亂 所以無力攻台這個說法 我認為這是一個戰略判斷 那方向應該是正確的 不過另外一個角度我們觀察 如果以習近平這種好鬥個性加上 你看他現在 其實心理上嚴重缺乏所謂的安全感 那又不想被這個國際看衰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他在這個內部壓力越來越大 情況之下他反而會對外 用軍事的動作越來越大 來展示他的武力 那這個跟這個他會不會攻台 這是我認為不相矛盾 一個是做作動作作姿態 那主要對外要掩蓋 中國內部的這些所謂的問題 跟不穩 那對內 那當然要轉移他內部的壓力跟注意力 所以換句話說 未來可能這樣的一個擴大 這個軍事的威嚇的動作 也許會越來越多 那我們看到 那要透過這樣的這個軍演也好 或者是基建擾台 那甚至進行所謂的這個武力展示 這時候 這航母對中國來講 解放軍來說 就是他最好的宣傳工具 所以這時候你看到9月11號 馬上這個山東艦 那就這個穿越巴士海峽 那空中這兩天 先後有26架 22架 那還有 比較特殊的是 這一次有多達20艘的 中共的艦艇 在台海周邊出現 那這中間應該包含 這個日本防衛省發信 總共有兩批共8艘 那這個解放軍的艦艇 包含052D這些等等 穿出宮古海峽 進入西太平洋 換句話說 這一次山東艦 他過去來講 以這一個本身來說 有時候最多 可能會有六艘艦跟隨 那現在這一次 有這一個數量上 恐怕確實是相對來說 比過去要高 那這也是在擴大 這武力威脅 武力展示的這個動作 那這一次跟上次 其實有些不同 因為我們觀察 山東艦今年已經是 第二次出島鏈 都穿越這個巴士海峽 那上一次是今年的4月 時間點上面來說 上次4月那時候 是剛好蔡英文總統訪美 那當然要威嚇恐嚇台灣 這一次則是美加軍艦 在9月9號穿越台海 那之後馬上山東艦就出現 那還有加上說 上次穿越巴士海峽的時候 其實離台灣的南端 鵝鵝鵝比大概是 還有200海里的距離 這一次進一步壓縮到 60海里的距離 那還有這整個動作 我們看到 那無非是為了 在這一個 對美國跟相關的盟友 在整個中國的周邊 進行相關軍營 也在做一個反制的動作 包含我們前面一路看到 那美國的美利堅號 兩棲突現 加上這個南韓 在這個黃海 逼近這個等於說 北京中蘇的這個區塊 在進行所謂聯合軍演 那還有東海有6國的聯合軍演 那南海部分 先前美國跟菲律賓 聯合海上巡弋之外 其實包含像 日本出雲號 澳洲坎培拉號 都到南海這裡進行聯合軍演 那上一次喔 其實山東艦出西太平洋島嶺的時候 其實我們台灣的右側喔 那時候有一艘這個 尼米茲號 航母打擊群 在這個地方坐鎮喔 這一次我們觀察 目前來講 美軍的航母的訊息 沒有曝光 但是非常有可能 不過像雷根號 航母打擊群 也應該在附近喔 那全程緊盯 那所以換句話說 整個看下來喔 那軍事上 這個習近平 為了轉移壓力 對外動作 確實會持續來擴增喔 那不過 就嚴止於挑釁喔 那他真正 這個如果要犯台就如同拜登講 所講的喔 他目前來講 應該是沒有能力來攻台 那當然還有幫人 剛剛也談到說 這一個美國的中院喔 這一個中國特別 加拉格爾喔 其實他講的這一番話 也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他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 來觀察整個台海的情勢喔 那他要求 因為特別他是共和黨 要拜登對中國應該要更加的強硬喔 那不能輕忽獨裁者的風險 因為他認為 這個經濟問題喔 導致喔 可能會讓習近平喔 那更難以預測 那他也認為說 習近平有可能更會冒險 做出更蠢的事情 那這個部分 我認為他就是在這個避免喔 輕敵的部分 那所以要求拜登要做好準備 來確保台灣 具有這個所謂的嚇阻能力 這一個角度來觀察 對台灣的安全 也不是沒有注意喔 那當然還有包含項喔 我們談到說 習近平內部其實壓力 非常大的情況之下 他缺乏很嚴重的安全感 也不是只有他 因為我們看到 中國最近的這個軍事頻道喔 甚至直接講到說 說中國要小心喔 未來可能會遭到六打一喔 那包含他認為說 這個中國周邊的國家喔 對這個 中國可能喔 可能會 譬如說台海戰爭爆發 會參戰的國家 總共有六個 那他首要首列的 並不是美國 而是他認為日本 那日本 絕對喔 是在台海問題上面喔 是真心 那他認為美國有可能是虛情 但是 日本因為他這個中國 這個海上的生命線喔 通過台海有四分之三 就是這一個進出口 都依賴喔 這一條航路喔 所以他也是不願意 最不願意見到 這個中國統一的 這樣的一個國家 所以如果他也爆發戰事喔 那日本 非常有可能會出兵 那美國的部分喔 他引述這個美國 美國官部長奧斯丁 先前談到說 美軍現在有高達60%的 這個部隊都 在一級的戰備喔 那如果以整體兵力的換算 總共有80萬的兵力 其實可以在30天內喔 那迅速部署到全球各個地點 所以中國也必須要嚴防 另外他列舉了菲律賓跟澳洲 印度跟韓國喔 那中間我認為順序上來講 恐怕喔 印度對中國喔 可能造成的這威脅要來更大 因為剛剛其實正好談到說 印度參謀長都直接下令喔 要研究說 整個台海情勢爆發 印度到底要做哪一個選項來 是不是要介入 那中間最極端的是直接在喔 中印邊界這個地方 開闢第二戰場喔 那等於來牽制共軍可能對台的動作 另外包含像這個澳洲來說 澳洲因為我們看到最近美澳之間的這個 的同盟 那不只是軍事科技上面協助 已經澳洲變成喔 美國在亞太最堅強的盟友 另外像菲律賓 還有像韓國 韓國先前美日韓已經串起來 那打造這個 亞太的小北約 那菲律賓現在南海問題上 也完全倒向美國這一方 那再加上拜登這兩天 這個先後拜訪這個 訪問這個印度跟越南 未來越南恐怕也會加入 整個喔 美國圍剿中國的亞太陣營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中國殺蘋果這一回合時的 蘋果推出的iPhone15 是一個重要觀察的指標 因為一方面它的售價可能會再創新高 另外一方面它在中國市場的銷售 可能第一時間就會受到衝擊 好我也剛剛看到華爾街跟CNBC 在追蹤Apple的股價喔 因為上個禮拜受到中國封殺的消息影響 事實上兩天市值摔了將近2000億美元 那緊接著這個禮拜的iPhone15的 推出之後的反應就會衝擊整個科技產業 那其實Apple的股價在上個禮拜消息傳出的 當天就已經在盤中一度重挫5個百分點 所以市場對於這樣的消息非常的敏感 那麼最原先一開始是中國的政府 傳出啊它要針對其這個所謂的國有企業 還有政府部門比較敏感的單位 要禁用iPhone 那現在呢讓一般的民間企業也開始擔心說 他們的老闆會不會跟著黨的意志說 我們在辦公室裡面也禁止使用iPhone 那雖然這不是正式的命令啦 不過呢現在已經開始有這樣子的疑慮 所以這會導致什麼 今天iPhone新機推出以後 中國的這些白領他們會不會因為擔憂說 我在未來辦公室不能使用 所以我就乾脆就不買了 所以呢在明天這個蘋果的新機發表會上面 第一個價格一定是比之前還要來的更高 這是市場目前的共識 再來第二個是中國這樣子負面消息的影響 會不會對銷售量帶來打擊 這個是我們後續必須要緊密觀察的一個重點 那另一方面有一個比較尷尬的點 是在我們上個禮拜幫大家追蹤了華為 推出新的MED60 Pro以後 現在拆解完發現手機裡面 發現了SK海力士的記憶晶片 這一點就非常的尷尬 那這一個其實我們先講 那因為這個MED60 Pro裡面 我們就已經表明了 你發現了韓國的晶片 代表中國是沒有辦法自己 獨立生產出這支手機的 那另一方面也讓美國認定 記憶體是可以有效制裁中國的一個工具 那拆開來發現了說 有SK海力士裡面的DRAM跟NetFlash以後 這件事情就讓大家覺得非常吊詭 因為早在2020年5月的時候 美國對華為祭出制裁以後 SK海力士就已經跟華為沒有業務往來的 所以到底華為是怎麼拿到這些記憶體的 這個就是美國現在要去追查的 那如果追查下去發現拉出一大票的粽子 一整串的粽子都拉起來了 相關的供應鏈股價一定第一個受到衝擊 但無論如何這個會成為美國在未來有效的制裁工具 那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看到的是中國的經濟 其實前景一直在惡化 那官方在近期一直沒有提出一個有效的刺激措施 但實際上大概從六月中開始 中國的官方就一直在召開所謂的閉門會議 那其中有一個經濟學家已經參加了兩次 他可以感受到房間裡面焦慮的氣氛 那大家的共識就是 欸政府必須要提出有效的經濟刺激政策 可是呢在這些會議開完了以後 看起來習近平似乎不願意採納這一些舉措 那因為習近平的態度在大家會擔心說 他已經把所謂的意識形態 還有中國政府的政權穩定當成第一的任務 那讓原本中國是走在一個經濟成長導向的國家 變成是以國家安全以經濟政權為主的國家 那當然就會拖累經濟的成長 在另一方面美國的財政部長葉倫 他也表示美國正在密切關注中國面臨到的 短期跟長期的挑戰 最主要的問題第一個就是大家原本預期的是 你在解封之後你會有一個報復性消費 但很顯然的讓人失望 再來第二個就是房地產行業的債務問題 越來越嚴重 第三個問題是中國的勞動力其實已經開始在萎縮 開始慢慢的邁向一個高齡化的社會 但是呢葉倫在講完了這些問題以後 他說他認為中國有政策空間去應對這些挑戰 所以這些問題不會對美國產生重大的影響 當然這個話講的有點太前面了 後面會不會造成影響 我們再來做觀察 那另一方面我們還看到了中國的 歐盟商會的榮譽主席 武德克他就表示了 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時代已經結束 因為中國國家的主席習近平 現在他願意為了意識形態而放棄經濟成長 那現在習近平他當然是因為對於所謂的裡面的政權 他有一些內部的壓力感到焦慮 所以他希望可以做到更全面的控制 那你想要在這一個政治方面去做更全面的控制 你當然會拖累經濟成長的表現 所以在未來中國不得不忍受更長期的低迷經濟成長 那一個觀察指標就是中國人民幣 在岸人民幣呢在8號的時候開出來的這個參考匯率是7.215 那已經來到了今年的最低值 而離岸人民幣來到了7.35 這是16年以來的最低 那現在人民銀行其實很尷尬的就是他要平衡經濟疲軟 跟人民幣可能拋錯的風險 因為中國畢竟還是一個出口性導向的國家 所以相對比較疲軟的人民幣當然對出口有利 可是對於進口的實質購買力就會有所影響 這件事情是相當的複雜 那麼呢我們從股市來看的話呢 今年以來全球表現最差跌幅最多的幾乎前十個股市 有五個就在東亞 那跌幅最慘的就是上海的B股 那像是香港恒生香港國企跌幅也都很慘 那股市一直以來都是經濟的櫥窗 所謂的B股就是指說在中國境內註冊的這些公司 但是以外幣交易 它能最直接反應外國投資人的情緒 所以資金正在持續的從中國流出 另外呢美國的眾議院議長麥卡錫也表示了 因為中國共產黨不穩定的經濟政策呢 導致了跨國企業紛紛的撤離中國 他直接講了看看中共對於私營部門 對於這些私人的企業的打壓 然後呢再看看有流出的這些企業的數量有多少 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就是因為他們改變了政策改變了信仰 其實就是暗指習近平現在的方向是錯誤的 那他指出了共產黨現在想要控制的更多 那麼另一方面還有歐洲也啟動了金融託中 那一方面捷克的央行已經出清了人民幣的債券 現在呢連挪威的主權基金都要關閉在中國唯一的辦公室 這個規模是1.4兆美元 所以呢挪威的主權基金其實也反映了大部分 國際投資人的一個情緒轉變 都沒有想要在中國進行下一步的擴張計劃 而中國的房地產的市場現在也是一樣 遙遙遙遇墜那房地產開發商碧桂園 他陷入了債務危機我們也追蹤過了很多次 他在馬來西亞有一個耗資1000億美元的大型開發案 叫做森林城市 但是他跟中國大部分的爛尾樓都一樣 他是在夢想之上 可是呢從來沒有真正的完工 那他是在中國以外最有價值的一個資產 那現在呢可能就會成為這些債權人呢 在之後收回資金的一個方式 但是能不能真的收回這件事情 我們還不確定 而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看到中國的所得差距 已經擴大到了有紀錄以來的最高 那最有錢的20% 跟最沒有錢的20%的差距已經來到6.3倍 所以這件事情很諷刺的是 習近平一直把共同富裕掛在嘴上 但實際上出現的狀況居然是共同貧窮 而現在呢大家開始關注了說 台灣的金融業對中國暴險的議題 那麼我們從統計從金管會的數據來看的話 中信銀呢佔中國的暴險的金額佔 佔他禁止的比例最高 來到了53% 但中信金就開始直接甩鍋了 他說不是喔 是富邦才是最高的 因為有華伊銀行這個子行沒有算進去 那所以大家要互相踢皮球 但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我補槍一下 中信跟富邦 曝險部位都很高 都非常的高 從絕對金額來看的話 其實都差不了多少 半斤八糧很接近 誰在那邊踢皮球都沒有意義 那實際上面台灣有很多的銀行 在之前中國因為高速成長 有非常多的曝險部位 現在雖然有在降下來 但這個降的速度非常的慢 而且因為中國經濟的疲軟 所以國內的金融業現在是避之唯恐 不及 一旦中國真的出事 這些銀行一個都跑不掉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亞洲股市當中 今年表現最差的是入港股 主要的原因當然是 中國經濟的全方位的惡化 而股市當中 今天要再挑戰歷史新高的是印度 印度的時代就是來了 好 彭夏大哥 剛剛看到印度就是崛起了 是的 剛才這個寧官啊 梅非社伍的在講說 他買的印度的基金啊 大漲 那個說實在 投資有風險 詐騙集團不要再盜用我的照片了 ETF可以買 大家要有投資智慧 說實在 中國跌倒 印度吃飽 我對印度這個 了解很深 因為我創立了一個叫 印度風的企業 那麼我在印度後 已經二十幾年了 公元2001年 那時候陳水扁當總統以後 我們跟印度有一個全方位的一個接觸 就是說各部會派一個次黨 然後各主要政黨派一個代表 那麼我那個時候代表親民黨 就參加這個團到印度去 拜訪了他們很多部門 然後戰略機關啊大學啊等等的 我後來我發現說 其實印度具備了一個中國所沒有的條件 第一個 它本身是一個階級的社會 換之就是說 這個中國是兩元的 一個是城市 一個是鄉村 鄉村提供了城市工業化 商業化所需要的人力 便宜的人力 這是兩元的 但是在印度喔 那個是階級 嗯 在一些低種性階級裡面 說實在他們 最大的問題他們很認命啊 啊 所以他們能夠接受很壞的工作條件 很低的工資 然後 毫無怨言的 這樣的去做 這個對於 印度在 目前跟未來 要發展它的基金 這是非常有利的 第二個 你到美國去你就發現說 美國的很多大學教授 很多企業的 CEO都印度人 對 矽谷很多CEO跟IT的大咖 都是印度人 對 因為 以我對印度的了解 坦白講 我們很多台灣的公司 想到印度去投資設廠 就面臨到很多管理上的問題 因為我們不太了解 他們的那種種性制度 第二個 當然他們 他們裡面的一些人 還是聽他們印度的 第二個 印度每個幫的 這個法律跟規矩 跟中央不一致的 所以這個 你會面臨到很多重的問題 唯有 印度人 能治印度 所以說 美國 美西方的一些的科技公司 他們到印度去投資設廠 不會遇到類似我們這樣的問題 好 他們有他們那一套 欸等等我打個岔 他們當年 應用港商跟台商管中國人 對 因為他們認為語言跟文化比較相通 對 然後管理上有可能可以執行 可是現在美國很多製造業跟科技業 他就用印度人管印度人 對 而且非常有效 那麼印度人碰到 因為很多在美國這個當CEO的 基本上都屬於印度比較高總性階級 他們那個實在是我們很難以理解 他們一個高總性階級 管那個低總性階級 真的是讓他們服服帖帖 但是相反過來 一個低總性階級 你把他想說 稍微提升一點 會造成他內部的革命啊 你根本就搞不下去 所以說 在這種狀態之下 對於美西方把這個工業 把這些企業轉到印度 非常有利 還有就是印度的這個他的理工學院 那個理工學院說實在 印度人的那種打拼 那種補習超乎我們的想像 印度人他在街邊上 就能夠藉著這個路燈 他就能辦個補習班 所以那個補習啊真的是 然後尤其是全家族的力量 來支援一個會讀書的孩子 非常的感人也非常的可怕 因為他們真的是 為了要進印度理工學院 為了要改變他們的這個人生 真的是投入一切 所以在這種狀態之下 他的努力的狀況 遠勝於中國 所以他有這麼多 第二個 對印度人來講 他認為說 他是上帝生錯的地方 把他丟在亞洲 他認為我應該屬於歐洲的 所以他的心態 他的整個 他向歐洲看齊 他不認為我是亞洲的 那麼在這種狀態之下 也具備了他能 他使用英文的能力 都使他更具備發展的條件 還有 雖然美國也不在幫越南 以我對越南了解 因為各位知道 我辦了 我很多越南的員工 越南很奇怪 越南有三慢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浪漫 一個是這個 善慢 第三個是傲慢 越南人三種特性 然後在越南很奇怪 越南做企業 做到一定程度 他就覺得我要好好享受 不像中國人 不像印度人 使命拼命的 我要把企業做大 我要怎麼樣怎麼樣 在越南能夠把企業做大的 大多數都是華裔 直到現在為止 所以說 這個民主性 會決定了 越南的未來的經濟發展 能夠到什麼樣條件 而且 越南人不要忘記 你不要看他耍耍 你一旦觸碰到他的 傲慢的時候 那就會發生 2014年的 那樣子的 一個民族主義的 排華 然後對於 整個這個 亞洲企業的 這種 毀滅性的打擊 所以諸如此類 都是 越南的不安定因素 但在印度 你放心好了 沒有這回事情 低種性的也好 或其他的也好 那真的管得死死的 好 謝謝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中期觀眾跟粉絲朋友 掃描 QR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同時 我本人以及年代向前看 要再度澄清 我們並沒有在臉書 還有Line上面 收這一個投資會員社團 我本人新開立的 官方YouTube帳號 叫做寧觀說說看 歡迎大家分享訂閱 按下小鈴鐺 歡迎大家Google社區 寧觀說說看 歡迎大家收看 YT上面的影片 這裡頭的影片 跟年代向前看的影片內容 是完全不同的 有一些話只能在網路上說 NCC會管我 好 謝謝大家 在網路上說 ollut不太喜歡 我們下載的請問 我們下載的請評論